这是用面包机做的百分之百全麦面包 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来做一下百分之百无糖全麦面包的血糖实验 等一下我会先测空腹血糖再吃 之后测仓后一小时以及两小时血糖 并算出血糖波动跟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92 全麦面包60克 我要开动咯 餐后一小时血糖110 餐后两小时血糖93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哦 也请大家帮我热推 谢谢大家 先按赞热推就会跑出来哦 一个礼拜可以热推三次哦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热推的方式 先按住第一个留言 往左推 按下热推 按下热推 下面热推880分按下去就可以咯 再次请大家帮我热推 谢谢大家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百分之百全麦无糖面包 空腹血糖92 这个百分之百无糖全麦吐司的血糖波动18 真的很可以耶 我这个面包是用波兰总做法 用面包机的全麦吐司形成制作 总共做了8个小时 虽然全部都用全麦面粉 不过吃起来不会干硬 越嚼越香 血糖波动也很优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配方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哦 另外每个人测出来的血糖数据都会不一样 我的血糖数据仅供大家做参考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比较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胃寒烈分泌导塑 导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免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